7月26日是甄子丹50岁生日 妻子王詩詩为她举行生日派对 杨洁华夫妇李嘉勋夫妇黄百民等人 一同秀要出席 对于太太的用心 甄子丹不慎感激 我知道 其实我很多次希望太太 就是我们平平平平平平平的就过了生日 但是我知道她同我嘛 她肯定会帮我搞一个比较热闹 好多朋友来 跟我一起分享我今天的生日 但是我没想到她搞得那么有搞头 然后也没想到那么多的好朋友 都今天百忙之中来参加我这个派对 我非常感动 此外她表示芝西太太有意计划 用她的名字推出商品做行善 谈到生日愿望 甄子丹希望中国华人的电影业更上一层楼 我希望就是这个世界多一点宽乐 我们电影业 特别中国华人的电影业更上一层楼 希望大家都就是经济好 大家身体健康 因为这个也是我太太跟我公司花了很长时间去搞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其实都是用来做一些慈善的 我们收入的这些得到回来的一些收入都是用来做慈善 我觉得做我们电影员社会给我们很多东西 但我们有这个能力肯定需要回报社会 此外好久不见陈慧山也来到派对被记者后个阵着 有份参演《冲上云霄一》的她被问及对于《冲上云霄二》的看法 她就表示自己并未留意 若有第三部自己也还是有机会与该剧再次成员 最近有没有最近应该过《冲上云霄》 自己有没有留意啊 我因为我拍剧的所以小看 但我是希望他们会成功 我祝他们 那些网民都说很挂着Abel的角色 哦 谢谢 那如果晚点有机会会不会就是第三集有的话 会不会是有机会拍吧 就算就算了 当晚以六十年代服饰为主题 众多嘉宾细心打扮使得派对大有特色 一身空解智服装扮的吴君如十分吸引眼球 她却表示为了穿上这身衣服 自己之前都未进食 而一身厌问打扮的任先奇却不胜酒量 脸红红的解释自己并为何多 随即因第二天的工作先行离开